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就拿这位烧饼哥来说吧 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了豪车 对此网友观点不一 河南某农贸市场 打烧饼的大哥通过努力买了奔驰 别人买车都是用来开的 卖烧饼的大哥却说 而且买车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一般人买车都是刷卡 而大哥却说 对于烧饼哥买奔驰 很多人提出质疑 打烧饼有那么赚钱吗 都能全款买奔驰了 事实上大哥是这样说的 买奔驰并非只靠打烧饼 家里还有几十亩地呢 再说了 干几十年生意 买量落地价30多万的奔驰C200实属正常 在大哥心中 这奔驰老贵重了 放钥匙的位置都与众不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大哥没有驾驶证 不少人好奇一个问题 既然没有驾驶证 为什么要买车呢 把这个钱存在银行吃利息不香吗 如果要是这样说 说明对农村并不是很了解 自己不开不代表孩子不开 车子是门面 家里有车孩子找对象比较容易 这在农村很常见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说 买奔驰C的人有不少 全款的并不多 这也应验了一句话 其貌不扬的人为必穷 衣着光鲜的人为必富 其实有时候不要小看 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 只要放下面子踏踏实实干活 一年十几万根本不算是